中心新村光复国小的小朋友 在学校校长以及老师的努力下 以发展全人教育为目标 积极推动教学优先 以及学生自主学习 每个学期末都会办理岁末活动 在做中学学中做的互动引导下 让小朋友结合各项才艺 来发挥创意与教育乐 许多家长也出席与会 让校园充满温馨快乐的气氛 优美的舞蹈 搭配轻快的音乐 让这群学校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展现出无比的魅力与风采 这是中心新村光复国小 每年学期末都会举办的岁末活动 从幼儿到低中高年级的学生 都会出场表演 精彩的表演 获得在场爸爸妈妈们与之的喝彩 小方表示 今年以欢乐感恩仪新年为主题 透过各项才艺活动的表演 鼓励孩子们自主学习发挥潜能 展现得志其军美的一面 其今年的活动特别精彩 因为除了早上的学生的才艺表演之外 那会后我们有一个一人一菜 团圆菜的一个大团圆的一个活动 然后我们在协同会长 一起来发送一个小红包 那作为对孩子的新的学期的一个祝福 我想光复国小是利用种种的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机会的一个呈现 不但呈现孩子在学校的各项的才艺 我想除了治愈之外 我们在其他方面也都非常的注重 所以每年举办这样的活动 家长几乎都是全家出动 那整个学校热闹滚滚 那我们很看到孩子这样子的表现 我们心里也觉得说 家长愿意把孩子交给我们学校 他们很放心 那我们老师在教学上也更有成就感 活动中随处可看到父母亲的加油声和摄影 记录自己的宝贝独一无二的演出 办理相关的那个任何活动呢 其实都是在培养小孩子 那孝顺 以及得志体群美育的一个发展 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少子化年代竞争的年代 那我想应该是对推动教育是很有 很有很用心的一个学校这样 此次参加活动的学生都能够把握住难得的机会 让自己最好的才艺展现出来 虽然偶有失误 却也获得了许多掌声 今天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 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们现在平常在学校练习了什么东西 我发觉我今天表现是有一些失误 可以更加油 他们虽然今天没有到现场 但他们又给我很大的勇气 学校表示未来将继续举办此项活动 希望透过学生才艺表现 让家长和市区民众看到学校的用心 与孩子们学习的成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